戴拿奥特曼真的是英雄吗 大鹤不禁对自己产生了疑问 那个人人称赞的英雄 却在当年和怪兽战斗的过程中 夺走了自己父母的生命 在飞鸟失踪15周年纪念日上 曾经的队友都难以忘怀那段时光 而只有大鹤毫不在乎玩起游戏 他真的那么讨厌戴拿吗 面对这个世界众人的质问 他又这样说道 戴拿是保卫地球的英雄 但却不是大鹤心中的英雄 可众人依旧十分高兴 飞鸟果然很厉害 丽莎也表示 是飞鸟教会了他 以及这些孩子们活下去的勇气 既然如此 五脏连忙询问他现在在哪 可提到这个众人突然变得十分敏感 纷纷想要逃避这个话题 因为飞鸟已经死在了支顿的怀中 伤心的小五想要再次逃离 却碰见了夜幕下唱歌的丽莎 这大鹤也追了出来 他询问小五就这么想让飞鸟回来吗 这一息话却让小五更加伤心 他直接扔掉自行车跑开 丽莎质问大鹤你就这么讨厌飞鸟吗 大鹤漠不作声 因为飞鸟和戴拿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他恨这个英雄 也恨自己的无能 奥特曼救了所有人 却唯独救不了自己的父母 所以大鹤极度反感奥特曼的存在 这也是他厌恶赛罗存在自己体内的原因 这是五脏告诉他 这说不定是命运吗 人类与奥特曼的这份纽带 需要有人来继承 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 这里的人们都在拼命活着 而我们也应该尽自己所吗 夜深人静 五脏为大家讲述着 自己与高斯相遇并战斗的故事 大鹤见此一幕也终于笑 转眼第二天到来 可怕的敌人之盾也涅槃复活 但令众人不敢相信的是 之盾的脚下竟是戴拿 之盾一脚将戴拿踢飞 大鹤看见这一幕也终于明白 也许英雄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自从飞鸟掉入虫洞失踪后 他依然拼尽全力帮助着每个宇宙 甚至不惜丢掉性命 这也是他们提到飞鸟为何伤心的原因 之盾不顾一切向天空肆意宣泄着 发射无数火球 身下弱小的人类只能落荒而逃 危急时刻 五脏挺身而出再次变身为高斯奥特曼 他释放出屏障 挡下了这强大的攻击 接着他飞到空中 一发月神冲击又抵消了无数火球 但火球数量实在太多 高斯也不幸被击倒在地 但高斯还是用肉体保护着身后的他们 之盾的力量终究还是太过强大 这场大火烧毁了孩子们的家园 也烧毁了人类生存的希望 看着瑟瑟发抖的男孩绝望地喊着爸爸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曾经可怕的回忆充斥着他的脑海 突然他发了风湿地喊着奥特曼 但是他忘记了此刻的自己正是赛罗 这一刻 大赫似乎明白了什么 队长信奈看着眼前这一切无奈地哭泣 赛罗也质问大赫为什么不便身守护孩子们 他发现地球防卫队竟然是假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他们也曾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但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得不与侵略者抗衡 这一刻 大赫终于不再选择逃避 他想守护地球 守护这些孩子们 他接受了赛罗的力量 即使面对不可能战胜的敌人也义无反顾 此刻他就是真正的英雄